这是一个奇怪的钟表 和其他的钟表一样的是 它只有一圈 但是不同的是 这个表的一圈只有50个小时 这个一个挂着德国人司令部的钟表 此刻这个钟表并没有走动 而这个钟表一旦开始走动 就意味着他们开始了自己最疯狂的攻击 而他们的所有补给 只能让他们维持50个小时全力攻击的时间 对于这件事 盟军毫不知情 他们认为德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 因为他们在一次次的侦察中 除了吓坏了一个给德国军官开车的司机 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发现了 尤其是对于那些藏在密林中的坦克 他一无所知 而这就是德国人的新式坦克 他们的火力比美国人的坦克火力大两倍 装甲也比美国人的厚两倍 他们将会成为德国人攻击盟军的秘密武器 之所以现在这个德国人的秘密钟表没有启动 原因很简单 德国人在等 等一个机会 现在盟军空中有着巨大的优势 而德国人的新式战机还无法投入使用 他们在等一个盟军 没有办法发挥空中优势的时机 而现在这个时机来了 12月6日开始 DT亚将会南下 到时候云雾弥漫任何飞机都无法起飞 盟军的空中优势将会荡然无存 而在他们的指挥官海勒斯 在他们的坦克停放场巡视了一圈之后 一扫之前的怀疑 有了这些钢铁巨兽的支持 他对这一次的作战充满了信心 可是在盟军这里 11位情报分析员除了凯里以外 几乎所有的分析员都认为 德国人将不会发动攻击 上集想知道为什么凯里认为 德国人将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袭击 可是说来说去 所有人都不相信他的话 并且随着新的情报一个接一个传了回来 大家更加认为凯里这是无稽之谈了 因为上集此刻下达了新的命令 北方的德国人不用继续管了 他们全军将会配合向南部发起攻击 对这里的士兵来说 上集的命令总不会错吧 可是凯里还是执意要调查一个人 一个刚刚被调往了这里的德国军官 此刻没有一个德国人知道他的身份 更不知道他来干什么 如果不是凯里充当一个侦察兵拍到了这些 他们甚至不知道他来了 这个凯里想要调查的人就是海勒斯 他曾经带领着德国的坦克闪击波兰 在短短39天的时间里占领了波兰 而四年之后的今天 他有了一个旅的虎式坦克 他认为自己没有不胜利的理由 可是在那个一直陪伴着他的手下看来 如今他们的装备确实十分的不错 但是现在的人却已经不是曾经的人了 曾经的士兵可以在这里和他们坦克一起共存亡 但是战争已经进行到了这个地步 就连他这个曾经汉不畏死的老兵 也会被美国人的侦察机吓得落荒而逃 他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取得胜利 寒风渐渐的开始侵袭这片土地了 而美国人也准备过自己的圣诞节了 对于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德国士兵 他们一点也不在意 没有任何的情报显示 这些德国人会攻击他们 与其自己担惊受怕 不如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 可是就在他们休息的时候 距离德国人发起这进攻的时间 就剩下两个小时了 虽然凯里在这个节骨眼上抓了一群德国士兵 可是他真的可以问出一些什么吗 没有人对这些士兵有兴趣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他们只是一群孩子 他们手里的枪甚至从未激发过 而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被俘 只是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之所以被俘只是因为自己想投降而已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 和海勒斯身边的那个老兵预测的一样 如今的士兵斗志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曾经德国的铁血之师已经渐渐的消失不见了 可是即使如此 德国人的作战也没有停止 他们是在凭借一己之力和整个欧洲作战 和预期的计划一样 德国的散兵很快就空投到了美国部队的后方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说英语 这是德国人为了作战特意训练出的一支部队 敌后的他们的任务 就是尽可能的破坏敌人的设施 而就在一夜的行动之后 树林里无数量德国虎式坦克开始发动攻击 当前线的美国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完了 虎式坦克的声音他们已经听得到了 当他们想要求援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通讯已经被切断了 德国人的计划才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而美国人也开始慌忙的组织防御 和德国的情报一样 此刻的树林里大物弥漫 简直就是他们进攻的最佳掩护 美国人试图反击 但是他们的普通炮弹落在这些坦克身上 几乎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即使是他们强大的火炮 也仅仅只是能击毁这些坦克的履带而已 就连他们的坦克也难以和德国的这些钢铁巨兽抗衡 他们想不明白 如此恐怖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是事实很明确 他们此刻不是这群钢铁怪物的对手 他们只能逃走 就这样美国人边打边逃 德国坦克边打边追 几乎可以说德国的坦克群所到之处 一片破败 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抵挡得住他们的攻击 在不停的追击中 有些美国人甚至已经动了投降的念头 他们想要请求总部的侦查 可是务农云后 他们根本无法做出任何的空中侦查 在海勒斯的领导下 德国人第一阶段的攻击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第二段的攻击 他们必须紧紧地跟上 此刻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一座桥 他们的特遣队必须要保证这座桥的安全 因为这次的战斗 就是德国人最引以为豪的闪电站 如果这座桥被炸断了 他们没有时间去修建一座新的桥梁 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一群伪装成美国士兵的德国人 装作要炸桥的样子 骗过了大部分的美国人 虽然美国人反应得很快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德国人的坦克已经来到了这里 他们已经没有炸桥的机会了 可是为了给这些德国人一点教训 凯利在远处开枪击中了一个卡车司机 失控的卡车上落下了几个汽油桶 凯利看得真切 这些汽油桶可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可是明白了什么 不代表他们能立刻扭转战局 许许多多的美国人被俘虏了 可是对于德国人来说 带着这些美国人毫无疑问 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负担 于是一部分美国人就这样被秃脱了 石横遍野 但是就像美国人说的一样 每一场屠杀总是会有一两个幸存的人 这一次也不例拜 一个美国俘虏趁着混乱逃离了这片修罗场 但是德国人却没有发觉 德国人屠杀俘虏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但是在指挥坦克集群 向前突进的海勒斯却不知道 他此刻心里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按照时间表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看着眼前不远处的城市志在必得 但是城里的美国人却一片慌乱 许多士兵甚至当着长官的面就逃走了 而看到这一切的美国长官决定 所有人立刻开始抵抗 所有能拿得到枪的人 一个都不留全部上前线 同时他们想用铁路运来一批可以击毁 这些特殊虎式坦克的大炮 遗憾的是 这列火车被德国人用一辆坦克击毁了 海勒斯带着自己的坦克大军 很快就开始了突袭 他们的虎式坦克排成一排 向着城里疯狂的开炮 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的 要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 可是如今的他们只能在圣诞快乐的条幅下疯狂逃窜 在一片废墟中 他们艰难的反击 希望可以打退这些德国人的攻击 但是他们还是大意了 虽然他们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攻击打退了德国人 但是他不知道 海勒斯的计划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疯狂 海勒斯想做的事情 远不止打下这座被美国人占领的城镇这么简单 他想要的是彻底将这座城市移为平地 用这场战役彻底摧毁美国人的信念 杀人诛心不可谓不狠毒 在长官的应允下 海勒斯攻击这座城市的时间被延长到了凌晨四点 而经过了一天的炮火洗礼之后 这座城市几乎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了 而这也正是海勒斯凌晨发动全面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能说美国人的抵抗毫无用处 毕竟美国人在抵抗中也摧毁了十几辆虎式坦克 可是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 纳粹的旗帜依旧是挂在了城楼上 这座城市已经被德国人彻底占领了 可是令海勒斯意外的是 美国的军官要求和他谈话 在见了面之后 美国上校的第一句话就是 一群美国俘虏被德国人屠杀了 这句话让海勒斯大吃一惊 他之所以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将这座城市移为平地 为的就是彻底击碎美国人的信心 打击他们的气焰 可是如今居然有屠杀俘虏的消息传出来 这毫无疑问会使得美国士兵开始愤怒 而士兵一旦愤怒起来 他之前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 美国人的斗志 根本不会因为自己的攻击 有任何的改变 为了安抚这些美国俘虏 海勒斯特意签署了一份协议 上面明确表示 自己会遵守日内瓦公约 善待这些俘虏 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可是当他将这件事报告给上级的时候 他的上级却不以为然 不就是杀了一些俘虏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他只关心一个问题 海勒斯能不能在自己规定的时间 到达下一个地点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凯莉似乎已经发现了德国人的弱点 他们的燃料后续已经不够用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点 他们掉在河里的汽油桶是漂浮着的 这说明这是空的 而他们曾经俘虏的部分德国士兵身上 带着橡皮管 是用来吸取油料的 再加上德国人使用的新式坦克 如此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 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他们的燃料消耗一定十分大 而他们的补给一定没有多少 而只要抓住了这一点 他们就有希望击败德国人 可是大物已经起来了 美国人这个时候 根本无法找到德国人的踪迹 凯莉为了取得更多的情报 决定冒险 启动一架飞机 自己亲自去收集情报 在经历了一番惊险的飞行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有用的情报 他们不仅发现了德国人的位置 甚至还发现了德国人的油料库 决战终于要开始了 美国人严阵以待 他们已经确定 德国人的燃料不多了 只要能在这里拖住他们 那么他们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没有了燃料的德国坦克 只是一具铁棺材而已 德国人从没有想到 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美国人早就已经等在了 他们前进的道路上 就在德国人开始进攻的时候 美国人突然发难 这是一场坦克和坦克之间的对决 美国人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地理优势 德国人的虎视坦克 一辆接一辆的被干掉 可是海勒斯丝毫不及 作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急躁永远是大忌 在他的指挥下 一开始陷入烈士的德国军队 竟然因因有着 将美国人反包围的驱使 毕竟普通的坦克炮弹 对于虎视来说 简直就是挠痒痒 除非击中一些特殊的位置 才有可能对虎视造成伤害 而虎视的火炮 几乎只要命中了 美国人的坦克就完蛋了 听着自己的一方的战损 美国的指挥官丝毫不慌 他的命令没有改变 继续消耗这些德国坦克的汽油 而回到领地 补充汽油的海勒斯 突然反映了过来 这些美国人就是要消耗 他们的油料 而他也将计就计 此刻他们距离 美国人的油料库 仅仅12公里 他带着15辆坦克 去了油料库 而剩下的坦克 则继续在这里作战 造成一种他们重计的假象 根据他们的情报 美国人的油料库 已经被他们的特种小分队占领了 美国人此刻也发现了 德国人的动向 他们知道德国人 冲着他们的油料库去了 于是他们很快下达了命令 将自己的油料库炸了 一滴油也不给德国人留下 电话那头的士兵答应的很好 可是转头他挂了电话 就去收拾美国人的尸体去了 没错 接电话的也是德国人 可是就在德国人 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 一辆被打得半残的坦克 开了过来 这是一辆美国人的坦克 被海勒斯击中之后 侥幸没有死 过来补充燃料准备撤离 可是就在说话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 这里这个小队 正好是当时在桥上 布置炸药的那个小队 上级已经说了 他们是德国人 于是他们一边麻痹 这些假冒的美国人 一边悄悄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进而一举的占领了这个油料库 而此刻海勒斯也即将到这里了 为了阻止海勒斯 他们决定用这里的汽油攻击海勒斯 而这个办法也确实奏效了 秋筒在海勒斯的队伍中炸开 一辆辆坦克就这样被击毁 而海勒斯的座驾 也陷在了沙地中 寸步难行 虽然他极力挣扎 可是还是没能逃脱 败亡的道路 一辆辆虎视就这样被摧毁 而正面的战场上 没了指挥官和汽油的德国人 自然也是彻底完蛋